大家好 欢迎来到Math学院 上节课我们还是学到了 和SIFTRA相关的一些命令 那接下来呢 这节课把剩下的这点命令 学完就OK了 那我们SIFTRA常用的命令呢 就都带着大家过了一遍 这些命令呢 以后我们在实际开发中也会用得到 都脱离不开我们这些命令 好 那我们一起呢 把剩下的这些命令学完 那可以看一下 上节课我们学到了 像SETNX SETEX 包括PSETEX 还记得我们说 在SET的时候 它是不是有一些可选参数啊 找到我们的SET 对 看SET的语法结构 SETKEYVALUE EX SETS 那EX我们说了 是不是NOT EXIST 那接着加上一个秒数 那PX呢 是以VM 以毫秒数来设置的 包括NX NOT EXIST EX呢 是设置过期时间的 NX NOT EXIST 还有像我们这个XX 那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 有了那几个命令之后 再来看这个可选参数的话 就容易了 那这几个可选参数 代表什么意思呢 像我们的EX SECONDS 它就代表 设置 键的过期时间 Key的过期时间 单位是我们的秒 它就相当于我们写的这个 SETKEYVALUE 就可以这么写 SETKEYVALUE 接着写成一个秒数 SE CUND 这样的形式 那等同于我们刚才学到的 这个SETA N SETA EX这个命令吧 这种形式 那接着像我们的这个PX 是不是以毫秒的形式 来设置过期时间呀 以毫秒的形式 设置过期时间 同样的写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这么写 SETKEYVALUE 写成一个PX 这块少写了一个EX 加上一个SECONDS SECONDS PX加上一个毫秒数 是不是相当于我们刚才写的 这个P SETEX 这种形式 接着还有一个NX NX呢 只有在键不存在的时候 Not Exists 只有在 只有键不存在的时候 才会设置成功 才可以 设置成功 相当于我们写的这个SETA NX 这种效果 那你当时写的时候呢 你可以这么写 SET KEYVALUE 写上一个NX 最后还有一个XX XX呢 只有键已经存在的时候 才对键进行设置 只有键进行设置 这个Key 已经存在的时候 才可以设置 有了它们几个之后 我们可以简单的实验一下 先实验一下EX 我们可以来写一个SET 写上一个TEST 到多少了 应该可以看一下 Exists一下 Key Exists Key是新 TEST 15 写成一个16 好 我们在这写上一个TEST 16 在这 SET这 16 接着VALUE呢 写上一个 This is a test 16 多少秒过期呢 写上一个100秒过期 EX跟上参数 成功 那现在你可以通过TTL 得到一下TEST 16的 剩余的生命周期 还剩94秒 再得到一下它的值 TEST 16 没问题 和我们刚才写的 这个SET EX 是不是一样 接着再往下 还可以通过它 来实现我们的SET PSET EX 写上一个SET TEST 17 This is a test 17 PX 写成20000毫秒 这是毫秒的形式 通过PTTL TEST 17 就可以得到 这种形式 也没问题 再往下 NX 相当于 NOT EXISTS 你写上一个SET TEST 18 This is a test 18 NX 就相当于我们的SET NX的效果 OK 接着你GET一下 TEST 18 那如果你再执行一下 上面这个命令 写成一个188 值是不是一个Nail 没有成功 那接着你再得到一下 GET一下 TEST 18 是不是还是 This is a test 18 这种效果 再往下 还有一个最后XX 那接着你写成一个XX 把它的值改一下 写成一个TEST 1888 只有这个键存在的时候 才可以 好OK 再得到一下TEST 18 是不是已经改了 如果你要对它一个不存在的 你看一下 写成一个19 这时候 是不是也没有成功 返回的是Nail 得到一下TEST 19 你看 还是Nail 是一个空 没有值 同样的这些选项呢 我们也可以结合起来来使用 也是可以的 那现在呢 我们就可以来试验一下 使用一下我们的NX 或者XX 可以和我们的EX 或者PX来进行一个组合 那组合的时候呢 你可以这么来设置 实验一下 假如说我们写成一个 SET TEST 19 值呢 写成 This is a test 19 现在你想加上我们的过期时间 写成一个EX 多少秒过期呢 写成100秒过期 这样可以 再加上一个 只有键不存在的时候 NX 是不是这样的形式 可以自由的来组合 成功 先GET一下 TEST 19 再比较一下它的生命周期 这个键的生命周期 还剩89秒 这是结合起来使用的结果 没问题 那接着再往下呢 你也可以再来 像我们使用过NX 你是不是还可以再来一个PX呀 那PX我就不代表 不带着你来设置了 但是如果我们的EX和PX 同时出现的话 后面的会覆盖之前的选项的值 这一点需要注意 假如说我们再写一个TEST 20 This is a test 20 写一个EX 100秒 再写上一个PX 假如说三万秒 就是三十万秒 它的值会覆盖我们之前的值 你再写上一个NX 也可以 OK 通过PTTL 得到一下TEST 20 你要通过TTL呢 你来看TEST 20 291 是不是会覆盖呀 PTTL TEST 20 我们设置的这个三万毫秒 三十万毫秒 就起作用了 这样的一个效果 可以自由来组合 这是和我们的一个SET相关的 取完了那几个命令 又把这个可选参数这一块 带着大家了解了一下 好 接着再往下 和几个技术相关的命令 首先我们测试过 在做测试的时候 写过一个INCR INCR呢代表 什么呀 在我们的数字上 进行一个加法操作 将我们K中存储的数字 加一 increate 这种效果 那我们可以来试验一下 它的语法 INCR 加上我们的Key 对 Key中 存储的 数字 加一 做这样一个操作 那现在我们可以来试验一下 首先呢 这个Key 存的要是一个数值才可以 写成一个 SET Number 或者SET Page 是一个1 这是可以的 接着INCR一下 或者写成一个Number吧 Number INCR 写成一个 这个 Number 是不是相当于加一的操作呀 或者Counter 相当于我们的技术器 Counter 每INCR一次 它就会加一 这种效果 INCR Counter 得到2 再一次 3 自增的一个效果 那接着你得到一下 GET Counter 现在是5 这种形式才可以 那如果说我们这个Key 不存在呢 那这个Key的值会被出使为0 然后再来执行我们的INCR 你试验一下是否可以啊 再写一个 注意 Key 如果不存在 则 会先出使化为0 再进行 INCR操作 set 直接写成一个 INCR Counter 1 技术器1 首先你可以检测一下 Exists 肯定是不存在的 Counter 1 不存在 接着再来执行一下这个操作 你看到 出使化之后 又执行了一个低增的操作 再INCR 一次 2 3 GET 一下 Counter 1 变成3了 这种效果 如果说我们这个值要不是一个数值类型 那这时候呢会返回一个错误 我们的值呢是限制在我们的64位 有符号数字 有符号数字表示之内才可以 不信的话你来设置一下 如果你要对我们的这个 刚才写的这个字符串 写成一个incr 这时候就会报一个错了 Error value is not an integral out of range 不是一个整数或者是超出了我们的范围 因为我们的test20是一个字符串 this is a test20 这种形式 所以说需要注意啊 如果 p 存储的不是数字 会 报错 这是ncr 比较简单的 那可以一次低增一个 我们还可以通过ncr by by 进行递增几个的操作 它呢是 加 key中的值 key中存储的数字 加上指定存量 语法也比较简单 ncr by increment increment 可以来试验一下 就拿我们这个技术 其一为例 再来设置一个吧 set counter 二 值呢是 十 接着 你就可以通过 ncr 半 写成一个 counter 二 加上一个 五 这种效果 ncr呢只能加一 ncr 半呢可以跟他 给他一个指定的增量 你可以得到一下 counter 二 这是十 接着通过ncr by counter 二 写成一个 五 没有空格 现在你看 得到的是十五 get counter 二 十五 这样的效果 key increment 没有空格 这是加上一个指定的增量 这种效果 那我们再试验一下 能不能这个增量写成一个 浮点数呢 counter 写成一个1.2 是否可以 你看 i rule value is not an integral 或者超出了我们的范围 那现在你是不是增量是一个浮点数啊 这是不可以的 想实现一个浮点数 我们可以通过它来实现 可以通过 incr by float 通过我们的浮点数来实现 给key中存储的数字 加上指定的浮点数 语法呢 也是一样的 只不过加的这一个是我们的浮点数 写成一个ncr ncr by float key 加上一个增量 increment 试验一下 set counter 三 是一个1 接着ncr by float counter 三 1.2 这时候就可以了 实验一下 接着ncr by float counter 三 1.2 得到的结果是2.2 counter 三 2.2 这样的形式 那接着你再来实验 我再加一下 写成一个 5 看一下是否可以 你看 可以 但是你要通过ncr 或者ncr by 加上一个浮点数 是不可以的 但是呢 我们可以通过ncr by float 加上一个整数 这是可以的 同样的 如果这个键不存在呢 它也会初始化为0 这个比较简单 那有ncr呢 就有我们的dcr 可以增 也可以减 dcr 是给将 k中存储的数字 减1 做减1的操作 减1 语法 语法 dcr 直接来使用一下 dcr 写上一个 counter 3 刚才刚写的 来实验一下 刚才是7点 7.2 接着变成了 你看 dcr counter 3 error value is not an integer 那现在 这是不是一个浮点数 对 刚才是7.2 浮点数 不要对3进行操作 对2 看 再得到一下 counter 2 这是14 接着再减1 7.4 变成13 再得到一下13 对于浮点数 它是不可以的 但是我们这里边呢 没有dcr by float 但有dcr by 减去指定的 数值 dcr by 和我们的这个 ncr by 正好相反 将 key中 存储的 数字 数值 减去 指定的 值 dcr by key 加上一个decrement 好 实验一下 dcr by 写上一个counter 3 减去一个3 实验一下 刚才是13 减3变成10 减去3 再得到一下 dc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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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减去3 接着再得到一下 get counter 2 dcr by counter 2 写去个3 接着你再来看 get counter 2 变成了10 counter 2 不是counter 3 counter 同样的 你看对辅典数做操作的时候 我们写一个dcr by counter 2 减去一个1.2 是不是包错了 不可以吧 只能减去一个整数 减1 这是9了 这样的效果 包括你对于一个存储辅典数的值 刚才我们也写错的时候 是不是写出来了 counter counter 减去一个1 是不是也不可以 对吧 因为它是一个什么 是一个 伏点数 这种效果 如果对于一个不存在的建名 其实我们刚才写错的时候 是不是写过一个 counter counter 3 对吧 如果不小心写了一个counter12 减去一个9 这时候是不是一个-9 先初始化为6 再减去9 那我们可不可以减去一个负数呢 -1 接着你看 相当于加了一个1的操作 是不是得到了-8 也可以 也可以 这时候我们自付串相关的所有命令 我们也可以最后试验一下 是否看一下有没有这个dcrbyfloat counter 3 减去一个1.2 是不是没有这个操作呀 这一点需要注意 可能在未来的版本中呢 会给它加上 这样的一个效果 好 到此为止呢 和sifchar相关的所有命令 再给大家一起来过了一遍 那以后呢 我们做一些效果的时候呢 可能也会用到这些常用的命令 不论是通过其他的 像通过PAP操作 通过Redis 还是通过加瓦来操作 或者Ruby Python 这些数据类型的操作命令 是一样的 你也会写这么多内容 所以说在开始的时候 大家一定要把这些命令掌握了 下来之后呢 大家一起把所有交过的这些自付串命令 一起来练一下 好 那这节课呢 我们就上到这里 下节课呢 我们再来学习下一个数据类型 我们的哈希类型 我们的哈希类型